我們請主任秘書報告出席委員人數 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與足罰電人數 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請醫師人員宣讀上次的會議議事錄 宣讀立法院第十屆第一會期財政委員會第十七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一九十一分之十十三分 地連本院清仙樓九樓大禮堂 出席委員郭公文委員等十四人 內席委員葉宜蘭委員等十三人 內席官員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郭立雄 及其他相關機關人員等 主席莊召集委員瑞雄 報告四下 先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討論四下 继续審查 一行政院行情審議政券投資人及企業交易人保護法 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真名中等十八人 理據政券投資人及企業交易人保護法 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案 決議 一審查結果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條之一 第十九條 第二十六條 及新增第四十條之一 照委員真名中等十八人 提案通過 新增第十條之二 二審查完聚 並按寧計審查報告提報 宴會討論 宴會討論前 不惜叫由黨團協商 宴會討論時 由莊召集委員瑞雄 補充說明 先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對上次的議事錄有意 沒有意義我們議事錄確定 請議事人員宣讀今日議程 討論四項 一審查行政院環境審議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及本院委員劉建國等十七人理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審查本院委員蔡映儀等十九人理據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先讀完畢 我們在進行報告跟尋打之前 我們原理先來介紹在場的委員跟宇會的政府官員 我們在場第一位我們看到我們吳秉瑞吳委員 還有曾明忠曾委員 我們余天委員蔡映儀委員 還有我們劉建國委員 我們律師的政府官員 我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我們新任收藏藏的我們的房金務房主任委員 還有法律事務處處長 我們徐瑞文徐處長 銀行局我們邱淑貞邱局長 再收藏藏的來 鄭祺局張鎮山張局長 我們保險局施瓊法師局長 還有檢察局我們王毅娟王局長 中央銀行法務事主任吳昆山吳主任 還有今天我們也來的交通部陸政司副司長張順青 這等會告 公路總局 監禮主副組長吳濟捐 法務部參事劉成坤 我們現在今天我們議程的安排是 審查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跟 銀行法等兩項法案三個修正草案 我們先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紙以後 再請我們金管會 黃主委來報告跟回應委員的一個提案 提案的要紙說明我們依序請劉建國委員 再來次參議委員 我們是不是先請劉建國劉委員 謝謝主席 各位同仁各位官員 本席所提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7條 第35條修正查案 主要是針對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 自103年12月起開始施行 那透過國際公約國內法化 強化我國身心障礙者權力保障 並與國際接軌 那於生活中落實身心障礙者各面向的人權 使我國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法規 完整保障身心障礙者權力 逐步達成落實身心障礙者平權的 這樣的一個目標 那法律之前能能平等 為禁止所有基於身心障礙者之歧視 保障身心障礙者獲得平等與有效之法律保護 使其不受基於任何原因之歧視 朝向更完整的人權體系前進 原始特別擬據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7條 第35條條文修正草案 保障身心障礙者之平等權力以落實 身權公約不歧視的原則 進行我們委員會的同仁 還有劣席的官員可以予以來支持 一起來保障身心障礙者相關的這一權利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劉建國劉委員 那我們下一位提案說明的請 蔡易宇蔡委員 謝謝主席 那各位同仁以及與會的官員 那我今天提出刑法第125條的一個修正案 那主要要針對 因為我們要 第一要加重非法吸金的刑法跟罰金 那我們知道說因為非法吸金的案件受害者眾多 那很多類型他都是用投資作為包裝 然後來進行吸金的一個形態 這個過去在台灣有多次的案例 包括有號稱台灣巴菲特的周瑞慶 或者是叫做林建文的一個 朗瑞投資案 彩鑽女王蘇怡的一個珠寶投資案 或者是有一個成員中 推出由台灣抽賓式的一個投資案 都造成廣大投資人 的一個財產上的一個損失 所以我們認為說 針對非法吸金的部分 應該予以加重刑期 但是呢 我們知道刑法29條的態樣非常的多 那在29條中規範的四種形態 第一個叫做收受存款 第二個是受託經理信託金金 那第三個是受託經理公眾財產 與辦理國外國內外匯對業務 那基本上這樣四個形態中 在多次的法院的判決都認為說 辦理國內外的一個會務 它的形態是與非法吸金 也就是前面的三種形態 是屬於不一樣的 所以在多次的判決中 也把辦理國內外的一個會對業務中 那他做了一個層次化的處理 那法院做層次化處理中 也揭露了說 因為辦理單純辦理不法 這個會對業務的其不法內涵 侵害法律的範圍及大小軍 軍非可跟刑法125條其他的態樣 可以等同四支 所以我提出了這樣的一個修正案 那因為我們金管會 銀行局有不同的一個意見 所以我今天也有再提出我們的再修正動議 那再修正動議中 主要針對前面第一類的 也就是涉及非法吸金的一個部分 我們認為說 這部分應該要予以加重其刑 那在第二類的部分 就是單純辦理國內外會務的 那我們就依照法院的判決 來做一個區隔 那兩種的類型呢 我們也設定 如果這個不法的犯罪所得 達一億以上 應該再予以加重刑期跟法金 那如果地下通費跟不法的吸金呢 他的一個資金來源 如果沒有辦法有合理的證明的 那應該依推定的方式 也要予以加重 那這是我的一個修法 以及今天有再提出的一個再修正動議 謝謝 好 謝謝蔡委員 但是應該要修正一下 理工刑法應該是銀行法 來 我們現在請金管會 我們黃主任委員來報告 並回應委員的提案 主席各位委員先敬大家早安 今天大院第10屆第一會期 貴委員會第18次全體委員會議 審查行政院韓情審議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大院委員劉建國等17人 擬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7條 及第35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蔡毅宇等19人 擬據銀行法第125條條文修正草案 陳貴委員會邀請提出報告 至感榮幸 以下請提出本會 針對上開修正草案之意見說明 向各委員報告如下 第一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背景 未落實身心障礙者 權力公約第三條及第五條 所定不歧視原則 並減輕重複訂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契約的藥保人負擔 本會擬據了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在109年1月13號報請行政院審議 並經4月23號通過 在4月28號盤請大院審議 修正要點如下 第一點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主管機關名稱 這第三條 第二個 為落實節能減探之目的 並考量警察及公路監理機關 相關攔檢機查非以張貼標章作為查核是否投保 本保險之依據 民眾易難落實張貼 原本保險開辦初期要求張貼保險標章之辨識功能已不復存在 故刪除交付保險標章的規定 是第十九條 三 實務上藥保人忘記以投保或其親友代理投保後 付持保險人計發之續保通知重複投保 為避免實務退費作業紛爭 及減輕藥保人保費負擔 就藥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者 藥保人或保險人撤銷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時 保險人返還之保險費 不再扣除保險人之業務費用 原修正為僅扣除健全本保險之費用 第四 為使本法用語能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之精神 以失能取代殘廢用語 這是第二十七條跟三十五條 那預期效益 第一個 刪除交付保險標章之規定 可節省印製本保險標章之成本 並達節能減碳之效 第二 同意藥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 撤銷保險契約時保險人返還之保險費 修正為無需扣除保險人之業務費用 汽車機車一年期保險之藥保人 可分別節省約382元及178元保險費支支出 並可避免實務作業的爭議 第三個 殘廢用語修正為失能 將更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的精神 第四 委員劉建國等17人提出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7條 及第35條修正草案 將殘廢用語修正為失能 此於本會推動修法之方向一致 第二 銀行法第125條條文修正草案 關於委員蔡毅宇等19人提案修正銀行法第125條 將銀行法第29條之違法吸金行為與地下通會行為 區分不同行度 基於收受存款及辦理國內外匯隊 均屬依法律受主管機關高度監理之銀行使得乘坐 其可責性及罰度以為相同考量 故本會建議維持現行條文說明如此 一 銀行法自民國64年修正公布以來 即將收受存款與匯隊業務並列為銀行專屬業務 並鑑於兩者可罰性相當 而可與相同行度之處罰 二 按匯隊業務系整體經濟環境之金流活動 為確保各項國內外交易與經濟活動之順暢與安全 以免因金流之不穩定與不確定性 而造成整體經濟活動連鎖失序 故其需建立在高度穩定性與可賴性之基礎上 原規定處法律另有規定外 僅銀行得辦理該項業務 三 行政院洗房辦公室於107年完成我國首次洗錢及諮恐國家風險評估報告 其中列是對我國極具高威脅的八大犯罪地下通會歸屬於 第三方洗錢向下被列為其中之一 其他主要威脅義軍提及透過地下通會是洗錢之主要管道 例如詐欺、毒品販運、走私、組織犯罪等 故匯隊體系如為高度管理 恐將成為犯罪行為之洗錢管道 並衍生逃漏稅之稅務犯罪 四 國際會對涉及中央銀行之外匯管理 原對外金流收付體系對國際貿易具重大影響 而法務部對於各項刑罰有其罰度政策 各別法律之刑事政策有其一致性 例如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44條 針對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收受處置款項 及電子支付帳戶兼款項移轉等業務之刑則 與銀行法第125條規定 非銀行經營收受存款與辦理國內外匯隊之刑則 極屬一致 五、非銀行辦理匯隊業務所侵害者 非僅銀行之業務專屬性 其涉及整體經濟活動金流之穩定性 可信賴性與交易安全 並有防治洗錢、逃漏稅等國際所共通防範犯罪行為之疑慮 且涉及國際匯隊業務管理與刑罰政策影響層面深遠 六、銀行法29條 將收受存款與辦理國內外匯隊並列為銀行的專屬業務 非受主管機關高度監理之銀行不得乘坐 原其可責性及罰度均以為相同考量 同法第29條之一則係受存款之一種太樣 性質上人屬收受存款 而銀行法第125條修正草案第二項 將相同的收受存款行為給予不同罰度 有形度不平衡之一意 有關罰度部分涉及刑事政策之一致性 建議一為一致性考量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會於指教與支持 並祝各位委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我們黃主委的一個報告 跟回應委員提案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詢答 先做以下的一個宣告 每一位出席委員發言時間六分鐘 必要時的延長兩分鐘 每一位列席委員發言五分鐘 今天我們發言登記到十點為止 這一次的一個會議 順序請登記第一位的曾明中委員來質詢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麻煩請黃主委 有請我們黃主委 有請我們黃主委 您的任務 您的任務 任重道遠 您的施政願景 那您未來的施政重點 我翻三個部分來請教 第一個部分是銀行業的部分 是 我想我就直接落實到政策層次 我想至少在今年我們有幾件事要做 第一點就是財富管理方案要在年底之前上路 第二個就是OBU的境內企業 它能夠所做外幣的這個受信這部分的業務 我們也在年底之前開放 另外委員特別清楚的電支條例 是在您以前任內所推動的 我們今年電支跟電票的這個條例的修正案 要送到大院來審查 另外純網銀 還有開放銀行 這些都是在年底之前 都會陸續上路 這是銀行的部分 主委確實業務很顯熟 下一部分是有關政見業的施政重點 是 政見業的問題就是現在的直接金融 占整個金融體系只有十幾左右 其實跟國際間講是低的 所以怎麼樣強化我們的直接金融的功能 尤其是對於中小企業透過資本市場來籌資 我們會有新的一些做法 另外公司治理藍圖部分 今年已經戒期了 我們會提前提出新的未來三年的公司治理藍圖計畫的方案 那第三個就是年底的這個股票零股交易 這部分對一般的年輕人 就普惠金融方面是有意義的 我們也會加強推動 這是證券方面 好 保險方面 第一個就是清償能力的部分 怎麼樣去接軌國際 然後讓保險公司有能力去慢慢 逐步逐步的強化清償能力 第二就是商品結構的調整 從傳統的儲蓄型的商品 漸漸過渡到保障型的商品 那第三個就是怎麼樣讓保險商品 更發揮商業保險社會化的功能 來照顧社會的弱勢民眾 好 謝謝 那外界其實因為你長期在金廣會服務 所以不管是個別的投資人也好 或者金融消費者也好 或者金融業者也好 對您期待都很深 所以我要請教問題是你未來的施政 是會錯綜 側重 管理 監理 還是另外一面也會積極開放 金融必須在穩定的基礎之上才能做開放 所以我第一句話跟委員報告了 穩定 然後發展 所以我覺得穩定跟發展都是我的目標 所以先求穩定 但是穩定中我還是要注意金融產業的發展 它的競爭力 這兩者都要去做 我昨天曾經在致詞中特別提到比例原則 該管的就管 不該管的就不要管 另外就是在整個引進國際規範的時候要循序漸進 讓業者有時間能夠調適 我想這些都是我未來施政中重要的一個參考 好 另外就是您對整個業務很熟 我要請教您是未來施政上 您認為會面臨哪些挑戰 昨天總統在就職演說中的第二段特別強道 他說是空前的挑戰跟絕佳的機會 他所提的就是疫情 這次疫情之後 對整個國際政治經濟的秩序是一個未知 那我們臺灣怎麼樣在這個未來 疫情後的政治經濟秩序中 掌握我們的機會 那金融也是其中的一環 那其中當然從其他的層次來講 低利率的環境是我們現在要面對的 資安的威脅也是我們要面對的 我覺得這幾個都是我們在金融監禮上要特別去注意的 好 所以您認為面臨的主要挑戰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低利的金融環境 第二個就是有關資安的問題 另外其實我要加一點是整個國際經濟 變動的頻率越來越高 變動的幅度越來越大 其實這個是不可意見的一個外在的環境 您認為這樣的看法正不正確 完全正確 其實報委員 我剛剛跟您報告那個疫情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其實就是也跟您所指示的一樣 就是未來政治經濟的變化越來越變幻莫測 所以我們必須要超前部署 沒有錯 所以大方向我贊成 另外再給您討教相對比較細的問題 因為政府現在面臨最大的挑戰 您剛剛也提到了 過去蔡政府在防疫方面做得相當好 但是未來最大的挑戰是紓困 對產業的紓困跟振興經濟 那請問主委 在紓困跟振興經濟上 主委的態度是怎麼樣 您有沒有具體的看法 是 在紓困上我們 因為現在整個的紓困 大概我們的績效已經做到五千多億了 那其中當然有一部分我們要謝謝信保基金提供保證 那對於央行那部分的受信 我們也降低的那個被禮待账的提存率 所以這些都是提供 再加上我們給業者的一些獎勵措施有誘因 振興方案部分我們會配合總統的六大戰略核心產業的發展 鼓勵我們的業者去支應實體產業的發展 那我想請教您就是過去這段時間 當然分兩個部分 紓困或者是尤其紓困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配合政府的這些相關的貸款 那是一部分 那另外銀行置辦的部分 但是您仔細跟他看 有關的政策貸款的部分 絕大部分超過六成 都是現在的現有的轉員 真正新的貸款 新的貸款或者是振興貸款比例相當的低 我要問的問題就是 以您過去的經驗非常的豐富 您認為現在政府在支援整個銀行產業 在做紓困跟振興的時候 相關政府提供的相關配套夠不夠 有沒有在強化的地方 的確是的 所以我特別交代銀行局 去比較一下各國監理機關 在這個疫情後 對於紓困振興上 有哪些監理的措施 我們可以參考 我想這部分我們銀行局研究之後 我們會思考一下 可不可以再多一些配套措施 鼓勵業者真正幫助那個 需要被幫助的這個企業 因為你也很清楚 你真正 真正金管會能夠拿出來的獎勵措施 或者獎勵的誘因相當有限 是 所以我也希望假設你需要其他部會 協助的地方也把它提出來 是的 我們強力來支持 但是其實我也一直建議 其實紓困其實有它的層次 第一個台銀土銀 它百分之百的公銀銀行 它全力支持 它沒有股東的問題全力支持 第二個是六家已經民營化了 它有百分之七十的股東 它也要跟它股東交代 另外二十七家民營 純民營的 它也要跟它廣大的股東 投資者交代 你也不能用一句 配合政府政策 或者是公司治理 或者社會公益 來一味的要求他們百分之百配合 我覺得在金融監理上 如同你講的 一方面要促進產業的發展 一方面也要促進金融的穩定 所以就從您剛剛的答詢裡面 我基本上對您接任 基金管會主委 我很有信心 希望您能夠落實相關政策的執行 達到一方面金融穩定 也一方面促進金融產業發展 對整個中華民國的產業 包括金融業 包括一般產業 做出更多的貢獻 謝謝 謝謝委員指示 我們會遵照辦理 謝謝 好 謝謝 曾明忠委員 我們下一位質詢委員 我們請吳秉睿委員 IR 主вон議員 賞市公布軍 另論博獸 那既得了 equiv 請 你在金管會的基本上歷練過保險局、正規局、檢察局 另外你在財政部的時代 就是對銀行這方面的業務也有所涉獵 所以你對四個局的業務都很熟吧 是不是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對 那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所以現在來討論政策的話就可以討論得更新 是的 你知道我從以前就一直主張 金管會有給你法律你要敢用 怎麼說呢 我們台灣的金融環境 當然是剛剛你有提到 要一方面要穩定 一方面又要開放 但是其實有一些東西是在走鋼索 開放得太快 會衍生了很多的像以前發生的問題 現金卡啦 兄弟债啦 然後TRF啊 或是現在比較被重視的這個投資型保單啊 都一再的像昨天 媒體也出來啊 處罰了八家金融機構嘛 五家銀行、三家保險公司嘛 那可見 金融商品如果你開得太快 容易衍生一些 這個監禍上的問題啊 但是你開得太慢 又覺得說啊 現在這個資金的時代 錢那麼多 全世界都在 大的國家都在 都在無限寬鬆 那到底這個錢要到哪裡去 那 以IPO來講 現在開始 IPO的加速很少 資本市場的這個心血的補助 很有限 開得太快 又怕說啊 這裡面會不會有什麼樣子的炸彈 將來投資人會受到什麼樣子的損害 這個中間啊 我覺得有一樣東西就是 本院 用立法的方式支持 這個金融監禮 有法律給你 你敢跟我講說你要嚴正執法嗎 法委員 我昨天在支持中特別強調 我們一切都是要以 依法 公正 以國家利益為前提 我一定會照委員的指示 秉公執法 記得丁主委的事情嘛 丁主委 當時我私底下 你也知道我批評的很厲害 就是有法律給他他不敢用啊 那你要如何樹立你在權威 當然不是說只有一隻 這個握著狼頭的手 硬的更硬 但是開放的部分 遵守法律的要求更高 但是如果開放的這個部分 彈性更大 這個恐怕才是 我認為說未來發展的方向 法委員我完全同意 我可以跟您報告 昨天下午 我特別傍晚召集各局處開會 就是提您的問題 就是我們過去 在很多市場上面 產生的一些問題 我們怎麼樣不要重蹈覆測 我們要對市場面的商品的發展 這些市場政治經濟的秩序 都要去注意 不要再發生過去 像您剛才所做的那些個案的事情 對 那另外一點 我也是一直在 跟你講說 跟你提過 現在這個 社會大家知道 金融機構 因為資本的時代 所以它越來越巨大 你無論保險公司 無論銀行 每一間都一間比一間大 就個別消費者而言 無論是在 財力 資訊 各方面 都是不對等的 所以 常常在金融機構 往來的時候 如何確保 這個客戶 就是 金融的這個 投資人也好啦 銀行的客戶也好啦 他們能夠得到更 充足的保障 如何扶持他們 不要在他們在這個位界上面 先天上就限於不平等的地位 這個所謂的 要 逆強扶弱 這恐怕也是 邏輯上 先天上必須要有的道德感 是 委員跟您報告 您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金融監理的一個重要的 原因就是因為資訊不對稱 所以今年我們會繼續辦 公平待客原則的評鑑 另外我在支持中 也特別要強調 要誠信的經營文化 要對消費者投資人要誠信 這部分我們都會繼續落實 你看那些賣那些金融商品的 其實那一些被李磚 拜託去買那些金融商品的人 那些客戶都是他們的好客戶啊 然後都是多年長期信任 結果為了業績的壓力 為了佣金 各種可能性 去殺自己好的老客戶 然後去成就這些事情 其實講起來這是一個沒有誠信的 的經營方法 同意 同意委員的觀察 再來就是我要再跟你提到 我觀察到的一些現象 當然我觀察的現象有限啦 譬如說 去借款 因為我需要借錢啊 所以銀行是老大啊 不平等 到時候他就可以叫你要回存 現在說禁止回存 是用他以前的定存來做 來做保證 主委我跟你報告 這個中間也有東西可以耍 我先不借你啊 要求你去借錢來我的銀行存定存啊 存了多少定存之後我再借你錢啊 那你那個就不是回存啊 變相也可以達到 當兩個人的地位不平等的時候 什麼畫樣都可以玩得出來 了解 第二個是 要求 現在說喔 這個回存抓得很緊喔 這個 要求很低了 要求很嚴了 所以這個盡量不要做 現在 叫他買保單 現在連買保單都出現了 所以當今 這個主要觀察 經濟地位如果不平等的時候 對於這個強者的勒索 或是說強者的要求 不要講勒索這麼難聽 對強者的要求 弱勢者是幾乎沒有反抗的餘地 這個都要有賴於我們金管會 要拿出破例來 你需要的法令 你認為應該要做的 我們財委會願意給你支持 我們立法院願意給你支持 要往這個理想走 如果 有一天 因為金管會的組織 跟人員 相對於這些金融據說來講 你們也不是很大 人員也不是很多 你們有的唯一可以依視的 就是公權力 所以你一定要敢於嚴正的執法 然後 能夠開放他 經營的範圍內 讓他能夠更活絡 但是 如果你執法不能夠把這個 抓緊 活絡之後亂象就一大堆了 一定要樹立你的權威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 所以我昨天在支持中說 我們要無私無畏 為了市場的秩序 消費者保護而努力 好那 剩下一分鐘 因為今天執取的時間很有限 你可不可以 講講 剛剛因為主要你跟 正面中有講說你的看法了嘛 而且裡面談到很多技術性的東西 我跟你 講的東西是比較抽象性 是 我們如何在這個職位上 能夠為國家 為我們的社會 做得更好 就是要讓金管會的權威 真的能夠真正的樹立 金管會的權威要如何能夠樹立 要敢真正執法 然後要敢把業務 可以開放的地方 讓人家更多的經營 給你機會 這樣業者會感謝你 對於不法 或是不守法的業者 他會畏懼你 這樣我覺得金管會就 可以樹立起司的權威 對 對未來的社會 一定有更大的幫助 那未來的時間 台灣很需要你 無論在紓困上 無論在各方面方面 請你多多努力 我對你也非常有信心 你看不論藍綠 藍綠的立委 都對您的商人 非常有非常大的信心 希望你加油 好不好 謝謝委員 我會緊急您的指示 謝謝 好 謝謝您 好 謝謝吳秉睿委員 我們下一位是林德福委員 主席還有黃主委 一位各列機關員 是不是請 這個黃主委 請黃主委 委員長來 主委 首先還是要特別恭喜 這個榮認您榮認主委 那以目前的大環境來看 您要扛的責任 恐怕比平時還來得重 那請問 有媒體報導說 黃主委您在接掌主委前 您已經在收集國外的 一些紓困的措施 那這個說法 黃主委是不是真的 我收集監理機關 對於如何紓困 跟振興的相關的措施 有 所以說確實有事 也如此 有 那那個黃主委 如果是真的 那這是不是意味著 顧主委在任時啊 整個紓困的作業 是做得還不夠 所以說你認為有 有進這個改進的必要 才打算這個 接近其他的國家 是不是這樣 其實我是 顧主委的常務副主委 顧主委的政策 就是我支持的政策 只是我覺得 我一向對於監理的 這些措施 喜歡比較各國的議同 那從中找出 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並不是說 現在的制度就不好 只是 因為各國的制度 也是循序漸進 比方說歐盟是 4月27號 才發佈他新的政策 所以我沒有 我對現有的政策 是肯定的 只是希望 像剛剛曾委員所講的 我們如何強化 振興措施 紓困措施 我希望能夠有 找出一些新的方案 黃主委 因為媒體報導 金管會收集各國監理機關 因應疫情啊 採行的這些措施 包括美國配合 一些紓困啊 對信保基金 提供 這個實成的保證受信 這些案子 那計算資本市主力的風險 全數為零 以及歐洲部分國家 對紓困案件 這個免列預放 等等 那請問你認為 國外紓困的做法 是不是能夠完全套用在 我們國內呢 不能完全 其實美國是政府保證 我們是信保基金保證 那而且我們有一個備呆 降0.5的這個措施 其實有同樣達成效果 還是你認為 可以節償補短的空間 有一些空間 目前看起來 我們做的都還不錯 但是我們覺得 還是要多看一看 那你認為 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些 改善的空間 我不能說很大 但是我們說 我們會多比較 其他國家的措施 畢竟振興的這些措施 還是需要一些時間的 那個 那我請問你 那個黃主委 是 你認為 以金管會來講 是不是自行的職權 來決定就好 還是仍然要修改一些法規 今天你的部分 要看是哪一個部分 有些可能 我目前還銀行局 還沒有告訴我 他們看到的一些 可行的措施 其實我必須要跟委員報告 我沒有說現在的不好 只是說希望能夠更精進 有沒有這些可行性 不是說現在的不好 那個顧主委 那個黃主委 上個禮拜四 我有問過顧主委 說台股近期 帳多 還是有機會上樓梯嗎 他說 這個要觀察兩個 比較大的重點 包括歐美國家 對疫情的控制 以及 上市櫃公司第二季 營收的表現 那請問您的幹嘛 是不是也跟他一樣 我贊同顧主委的意見 還是你有更其他 有更好的一些 精闢的一些看法跟見解 我覺得顧主委的意見 已經很精闢了 那個那我請問你 台股三月上旬以後 大盤挑戰一萬一千點 不到五次也站不穩 那請問三月十九日 大盤指數 是八千五百二十三點 那反難到現在的台股 到底是 預政華麗還是 這個 還是要下樓梯 我們從三月十九號最低點 已經回漲大概兩成多了 我覺得我們是穩定的 穩定的 對 你認為 有沒有再出發 準備更上一層樓 這要看剛才您所提到 顧主委提到那兩個因素 疫情的發展 還有整個 所以說那才是關鍵 我覺得顧主委講的是對的 那個黃主委 因為金管會為了穩定台股 三月採行的這些 降低借券 賣出的數量 及限控令 那以您的看法 請問有沒有可能提前解禁 有沒有可能 這個還是要看 剛才幾個因素 歐美疫情的發展 我們才會做全盤的考量 那如果要提前解禁 請問在哪些條件 之下 來解禁會 比較不會衝擊台股 我覺得台股的穩定 是我們最重要的考量的目標 但是什麼時候要解禁 這個部分可能要考量很多因素 所以目前可能還不能夠有一個 所以說還要在一段時間 再觀察 財政部那邊國安基金的一些做法 那個黃主委 因為三月下旬 國安基金進場 到今天 兩個月來的 穩定股市 那請問你目前大環境的狀態 什麼是國安基金 繼續留在台股的理由 你認為呢 我的職權 不方便去 去評論財政部 因為那個國安基金是有一個委員會 在做決策的 我們不是那個委員會 那個 黃主委 如果政府部分 政策或措施 看不到退場的這個跡象 那是不是代表 我們整個 國內經濟的 負面影響 依舊啊 繼續的存在 我對我們 國內經濟的發展 是有信心的 但是 在疫情中 所做的這些股市交易的措施 怎麼樣去 適時的退場 這個要考慮很多因素 我目前還沒有辦法 做一個完整的判斷 那個 黃主委 因為美國聯準會 主席鮑爾說 這個 美國經濟有很大的機會 在第三季啊 能夠 回復成長 那2020年 下半年 經濟恢復 擴張是合理的預期 那請問 疫情嚴重的 美國第三季 就可能回神 那你認為 疫情影響較輕 我們的台灣 那經濟復甦的狀況 到底應該是比美國 要早還是 還是晚 我剛才說 我對台灣的經濟有信心 至於說跟美國比較 我 我覺得我 不是這方 美國經濟的專家 我只能說 我們的股市的基本面不錯 那經濟的前景也好 那個 黃主委 你也知道 其實台股跟美股連動 關係很大 齁 那你認為台股緩彈 號角 是不是會比美股 還要早 早起響呢 呃 就過去這兩個月的股市的表現來講 台股的股市其實是 優於其他的市場的這個 所以說你很有信心 我有信心 對 那個黃主委 你認為 目前 整個兩岸金融環境 對大陸台商 你認為 有友善嗎 我們有 相關的 銀行的分析機構在裡面提供服務 我想這部分會繼續發揮功能 會繼續 那未來兩岸金融的政策 態度 新南向政策的金融 政策推動 你會繼續貫徹執行 前主委 顧主委的做法嗎 一定會的 一定會 是 還是可能 要看兩岸關係的交流互動 考慮採行 或調整 他整個彈性的措施空間 會不會 我想目前的整個環境 應該還是延續顧主委的政策 還是延續 所以說 以目前其實 我們跟對岸 因為馬上 這個年底 這個九月多 ECFA就到期 那ECFA到期其實 未來還是有一個很大的變數 那你對這個ECFA 有沒有信心 跟對岸 繼續的延續 ECFA部分的主談不是金管會啦 我知道 但是會不會衝擊啊 我們內部有分析過 基本上這個影響都是在可以管理的範圍之內的 所以說你很有信心 我也有信心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林德福委員 我們下一位質詢委員請賴世保賴委員 謝謝主席 請一下黃主委 請黃主委 委員 委員長 來 委員長 首先還是不免俗 要恭喜你啦 齁 這個 這個 應該是眾望所歸啦齁 你好 你有一點那種 媳婦熬成婆的感覺有沒有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任 我會全力以赴 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等了七年半的副主委 做了七年半的副主委 現在終於做了主委 老實講 我都認為 黃天幕的任命 是這次內閣少數很少很好的一個牌之一啦 不要說只有唯一啦齁 少數幾位你算是好牌 你是好牌 謝謝委員的勉勵我會全力以赴 你同意我的講話嗎齁 什麼講 你同意我的講話嗎齁 我會全力以赴 你是好牌吧 我不敢講我會全力以赴 這麼客氣啊咧 我跟你說齁 你提到了你上任的 你講了四個原則 我覺得很好 不擋不失不賣不忙 語數何數 這是一九三零年代大公報張紀嵐先生 大公報的主持 那時候的主持 對不對 張紀嵐他所講到的 簡單來講就是叫你一定要中 他就要中立嘛對不對 不要靠黨派 不要尋思 不要出賣自己的靈魂 不要盲從跟什麼的對不對 這四點喔 你要怎麼做到 其實就是第一個要 其實就是我要勉勵我們 時間短一點 因為我的時間很少 來 就是依法公平公正 以國家力為前提 沒有不分任何黨派 就是以國家 不要分任何黨派 不畏懼任何政治壓力 對吧 你看張紀嵐可以做到 毛澤東 蔣介石 老蔣 他們兩位都肯定他耶 這不容易喔 現在來講的話 你有這個味道 因為我知道 因為我知道 朝委都肯定你的任命喔 你就早就該做主委了 大概現在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我是替你有點委屈啦 但是總算現在做主委了喔 這個 我們看到說昨天什麼半夜 還是什麼時候 大同公司的股權之爭啊 公司派市場派 真的一塌無土 這裡面各方的勢力都介入了 這裡面特別提到了 公司特別發一個新聞稿 拜託你們 儘管會介入調查 請問你這個事情你怎麼處理 華威原來你提到的 四大原則的精神 你怎麼處理 文言是指中資的問題 不管什麼 他提了好幾個啦 我細節 他發了一些東西 四大原則 包括資安啊 包括什麼的 我想 我想 因為昨天股東會 張局長告訴我 目前來講還算平和 不過這裡面提到的問題 我們都依法去辦理 我想 委員指示之後 我待會也會跟張局長這邊再去做進一步的研究 你們什麼時候開始要去做 他們公司所呼籲你們做的事情 什麼時候開始 呃 報委員那個 是不是可以請張局長稍微說明一下 不要稍微說明 這個三十秒就好了 來 趕快講 呃 我們對市長的案件 我們會持續辦理 那有些案件 你盡量把它查出 水座石出 什麼時候可以查出水座石出 因為 查核波斯波茧 然後 呃 會 好 現在 就是 公司派 市場派 鬥得這樣一塌糊塗 各方面事業都介入啊 真的很難看啊 我希望儘管會儘快還原事情的真正的面貌 好不好 秉持你這個四大原則去做 好 你在做的未來 你現在到底是 顧歸 這個好唸喔 黃水 很難聽 你知道嗎 孤立雄規定黃天幕 誰跟誰 還是要超越孤立雄 你這兩個你要哪一個 我昨天致詞中說過 顧主委的政策我會貫徹執行 但是每一個主委 但是你不要超越嗎 呃 每個主委有他自己的風格 我會做我自己 不要忘了喔 顧主委上台的時候 大家對他期待沒那麼高 他後來做的算是比大家的期待還高啦 但是你上台不一樣喔 大家對你期待是很高的喔 因為你在這裡蹲點蹲這麼久 業務這麼少 這麼多局的局長你都做過 你有夠閉著眼睛 什麼地方你都清楚 大家對你要求會比較高喔 所以大家對你的要求比 顧立雄主委還要高喔 你怎麼樣達到 達到社會對你的要求 以及立委對你的要求 我會從今天開始 就全力以赴 不辜負各位委員對我的期待 怎麼聽不懂 你說真的聽不懂 好啦我問你一個啦 現在外資所低劑啊 淨流出啊五千多億啊 所以我就請教你 股市健全股市現在到底 你是不是在同意 顧主委原來講的股市 現在還在上樓梯 你同意不同意 我覺得股市有繼續 呃上升的可能性跟潛能 不是 你是同意他的嘛 我同意 還是上樓梯嘛 同意對不對 這樣也是這樣也是沒有超越 你不是說 同樣要要要要 快速只升級 你在這就超越啊 所以你還是沒有超越啊 股市市市場很多因素 呃主觀跟客觀都要有促成才行 好 最後一個問題喔 我就讓你超越一下喔 一個新的東西 我自己想的一個新的東西 現在有傳染病的一些的 相關的醫療保險對不對 是 那 我們一紓困啦 就幾千里幾千里這樣要花啦 是 有沒有可能把紓困保險化 也就是說 讓老百姓 平常也 這個補一點保費 萬一 來了 這方面不是只有醫療保險 還有紓困保險這一塊 你也可以讓說 讓保險公司幫忙負擔一點 不要通通是政府在撒錢 變成債留子孫 財政紀律的問題 我是很心痛說 我們都要每次不噴到這個 而且大家都知道 這個 比如說 以新 以這個新冠病毒來講的話 可能還搞一兩年啊 一直在變化變化 這麼的錢一直丟 我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大家分擔一點 有能力的 保險公司也分擔一點 然後大家把費交一點 就是 紓困保險化 有沒有可能做得到 我原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可以從這方面去研究 我覺得應該有一些可能 比方說 勞工的薪資 這方面能夠發生疫情的時候 能夠做一些補償 是啊 勞工的薪資啊 對不對 中小企業 或者是小規模營業人的 這一邊的損失 你們保險可以賠一點嗎 有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我們要去研究 這個研究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呃 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我們大概一個月內可不可以 一個月內研究出來 我們研究它的可行性 就是 研究出來 我們就來推動喔 不是只有研究而已喔 對不對 因為 因為這個疫情什麼時候過來不知道 是 政府的錢要一直渣 我真的很擔心我們的財政機率的問題 好 債留子所有的問題 大家要嚴肅的面對 如果能夠 轉嫁給保險公司 幫忙一點紓困的動作 這個其實是功德一件 也是 所有的台灣人民啊 台灣社會會感謝你們 我希望你們盡快的 能夠出來 就像說 我再講一遍喔 現在有傳染病 都是醫療保險這一部分 對不對 但是 紓困保險化 沒有 到現在為止 一個都沒有 一個月內設計出來 可以嗎 呃 我們現在市局長有沒有簡單報告 包委員 其實我們有一兩家保險公司 有推出這個薪資補償的保險 還不夠 薪資補償還不夠 這個部分 還有中小區的問題 要全面 歡迎就是說 現在政府做的紓困的做法 把它保險化 我的意思在這裡 政信不要管了 因為政信是 各個產業之間的經濟部的事情 但是紓困保險化 這個是政府 取代政府撒錢的部分的功能 很重要 所以可以從那個結構去做發展 可以啦喔 一個月內設計出來 好不好 一個月內 確定喔 確定喔 謝謝 謝謝委員 不是盡量的 要確定的 不是盡量 謝謝委員 謝謝 賴市寶委員 哇 你們兩個演相聲 那是怎樣 要叫人去買股票嗎 你們兩個說一下 我們慢慢往前爬 你再把它吹下去 在直播耶 好 來 謝謝 我們下一位請 蔡碧如 蔡委員質詢 主席好 我們有請黃主委 有請黃主委 委員早安 主委好 還是恭喜你喔 謝謝委員 那剛剛前面的委員 我問了你說 你要做自己 那我想問一下那個 主委上任以後 我們的金晶病 還要不要繼續做 因為看起來顧主委 他看起來是不想公股改革 那 黃主委你的態度呢 金晶病 當初我們修正了相關的法規 制度都在那裡 問題就是 銀行自己本身的意願 所以這是要 我們只是 建立機關 只是建立好的制度 那要實際上的推動 要看金融機構 自己本身的意願 OK 好 那再來想問一下黃主委 因為你實在是太資深了 我想問一下你未來對Fintech 有沒有什麼樣的計畫 那如何去推動這種數位金融 還有開放銀行 以及普惠金融 這個 你的腦子裡頭 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或者是願景 那個開放銀行第二階段 今年就會上路 今年就會上路 OK 那數位金融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所以重點就是 我們的法規方面怎麼去調適 讓這個數位科技能夠繼續在銀行能夠生根 但是不要影響到資安 消費者權益 跟消費者隱私的這方面的問題 OK 好 那主委 赤道原則你知道吧 我看你們每次的報告裡頭的第一段 第一行都會寫根據赤道原則 但是公股銀行都一直不願意簽 或者是加入這個赤道原則的協會 你覺得中間的那個GAP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不願意加入呢 赤道原則目前大概五到七家大型的金融機構有加入 可是我們在銀行公會的 有六家的民營銀行有加入 但是公股銀行一家都沒有 但是所有的銀行都要遵循銀行公會的受信準則 其中有類似赤道原則的精神了 這部分我們會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今年會去修正我們的綠色金融方案 所以有期程嗎 今年會去修 我們有沒有預計 一年或兩年後 能夠希望公股銀行都可以去簽訂 或加入這個赤道原則 我們會把它納入我們的目標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綠色金融的方案還在規劃中 我們會希望在未來兩三個月之內提出來 讓大家做一個遵循 好 謝謝主委 我們下一個想再跟你溝通一下 有一個議題 那4月21號小青年有的期貨負值 無法下單這件事情 主委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知道那個國內外都有面臨這個問題 對 那請問一下你這麼的資深 在你的生涯裡頭 有沒有碰過這種負值無法下單的狀況 沒有 沒有 好 那因為現在是這樣子啦 這些無法下單的其實 說真的 4月21號發生到現在 因為它大概影響到全台灣 大概只有170幾個投資人 可能數額一兩億那也不大 可能對金融會來講非常的小 那看起來呢 這個一個多月來好像也沒有人要去幫忙處理它 那本席這一個月呢 大概已經陸陸些接到辦公室 收到十幾個收法人打電話來 那主委這邊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 你覺得如何來處理這件事件 投保中心這邊會接手處理這些事情 投保中心 對 所以你是把它當作一般的商品呢 還是要把它根據那個一個專案來處理 因為它人實在是太少了 如果你們要用它一個一個去 可能每一個人的那時間就會拖很久 那他們現在已經被要求說要補繳那個保證金了 那我不曉得這邊金融會這邊 因為我辦公室有請那個 評議中心來協調啦 他說希望主管單位只要講一聲 那他們就願意用專案來處理 我想消費者保護是不分金額的 只要影響消費者保護我們就有責任 是 所以您交代這個事情我們會去處理 看是評議中心或是投保中心 我們會協助這些消費者投資人去找到合理的平台去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你會把它設為一個專案嗎 因為我看另外一個委員一直要求那個TRF這個案子 儘管會就把它當成專案來處理 其實跟委員報告 我們局長特別說明我們都有在控管 那當然這個過程如果有什麼地方 委員覺得可以改進的地方 您可以給我們多指示 好 那主委可以下令下去就把它用專案來處理嗎 可以 可以齁齁 好 謝謝主委 因為其實這樣這種父子的現象 我想在你的生涯裡頭也不 也從來沒見過嘛 那因為這個系統是在國外 因為但是因為國外其實他們的系統有在改了齁 所以像美國的那個營透證券 他就說在臨子以上就是風險致富 但是呢在父子以下那個根本就是已經 不是一個風險致富的問題 而是一個就是要處理的一個問題了齁 所以希望那個主委能夠來幫忙協助這一塊 那也盡快用專案的方式來幫助這些人 因為其實這些人數量很少 但是呢如果願意幫他協助的話 我想他們會很感謝幫主委 我們會盡量去協助 我們會盡量去協助 好 謝謝主委 謝謝委員 謝謝 來 謝謝蔡碧如委員 我們下一位質詢請郭國文委員 主席有請我們新任的黃主委 有請黃主委 委員長來 主委你好 恭喜你喔 主委 我想還是外界新任的主委上來 大家還是會想要了解整個主委的 那個星光三任之後的一個主要的政策 那首先恭喜你 那 市民比較騎古人的 非常不簡單 但是呢過去兩年八個月 那個顧主委任內當中呢 有一些一定的評價 但是外界還是要問的是 顧歸呢黃水不水啦 第一個要問你 縣公立呢 那個主委 水不水 縣公立有一個時間啦 那這部分 到六月十九號水不水 但是 還是要等到六月十九號 六月十九號之前我們會 所以縣公立還是一樣水 對不對 對我們會看歐美的疫情 至少六月十九號之前我們會再做一些觀察 金融兼你強硬的處理態度水不水 當然要 這是我們的基本的原則 基本的態度 還是水 第三個呢 有關於這個OBU的申請制度 它零去秋波啦 提出來 這個時間表水不水 水其實是我去央行去協調的 謝謝央行的同意 那既然是央行協調的話 聽說那個日期是要由你來公佈 你預期公佈的時間大概什麼時候 年底之前就會去上訴 年底之前嗎 年底之前 最快年底之前 我想本席會請教你OBU的這個原因 那個接下來下一頁 主要原因呢 其實在天下雜誌的時候 其實在2018年的2月份的時候 他曾經披露 在英國的諸稅正義聯盟當中 把台灣當成一個洗錢天堂 還名列前段班 然後第八名 兩年一次的報告 你知道2020年的2月的排名 確實有沒有改善 有 我們是13名已經 他越後面其實表示越好 越後面表現越好的這個情況底下 他最重要的用意的話 那個OBU裡頭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嘛 主委對不對 我想設立OBU其實就要改善 這一個洗錢天堂這一個污名 可是洗錢天堂在經過這段時間 努力之後 顧主委明顯有一定的成績 可是這個成績當中呢 後續的部分 你要求讓他不設立紙上公司 可是呢 他現階段你如何讓他金流 如何披露 要有一定的一個措施跟方式 簡單的講呢 你如何讓他不用紙錢公司的方式 來取得資金 而願意追隨金管會的政策 你有沒有什麼棒子或蘿蔔的作為 這就是我們跟央行協調 讓境內的企業不必到境外設個子公司 就直接在OBU能夠受信 也兼顧防治洗錢等等金融犯罪的顧慮 我覺得這是 而且我們的業務範圍也會 可是你覺得他們大家會這麼乖的 就這樣子順著你的這個政策來配合嗎 這是對銀行來講也是擴大它的業務範圍 是 銀行是這樣子沒有錯啦 站在銀行的角度啦 如果站在銀行的角度 那本席再插播一下好了 站在銀行的角度 你知道目前這銀行當中 我們現在金融機構還有什麼 哪一家公司沒有 哪一家金融機構沒有進行海外的 這一個OBU的工作 有些比較小型的銀行 小型的銀行沒有之外 就你所知齁 譬如講 農業金庫的部分齁 在本席幾次的這個陳情案當中 常常有要配合新南向的一些農企業 想要南向的話想要取得資金 而農企業在一般的銀行當中 他對農企業的了解程度 沒有辦法像農業金庫那麼熟 那農業金庫在去年的時候 原本是要去通過這個OBU的業務 可是呢卻軋然而止 那個主委 你對這個態度如何 其實農業金庫是農業金融局農委會所主管的 那儘管會當時 那OBU的態度呢 我們沒有反對 而且都有效 你如果沒有反對的話 因為如果是新南向政策的話 要讓這農業金庫去投資農業這些貸款 執行力非常的困難啦 主委 可是呢OBU沒有開放的情況底下 他很難有所作為 如果是這樣 主委你不同意的話 你同意的話 你不反對的話 那是不是在接下來下個會期 你能夠直接把那行政院的案子送進來 有沒有可能 這部分我們會跟農委會再去做協調 我跟你講 農委會那邊啦 農業金庫那邊啦 私下我都去溝通了 基本上他們都是贊成 沒有反對 但是 終結而言 還是要看金管會的態度啦 那本席呢跟林楚衛委委員 已經提出這個 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修正草案 我們希望看到那個行政院金管會這邊的態度 所以主委你剛上任 我想請問你一下 你會不會送進來 我覺得如果農委會農經紀覺得 農業金庫做OBU是合適的 我們都是尊重的 所以說你們會馬上送進來就是了嘛對不對 這個案子我們應該已經 已經在行政院了 在行政院了 那我希望你趕快送到本院來 立法院來 另外的部分齁 就有關於這一個案子 那個剛剛我們提到的這一個 金融引力指數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還是在最終收益人的部分 最終收益人的部分呢 其實才是整個 我們會不會能夠把這個洗錢天堂 洗刷掉一個最關鍵的原因啦 在2018年的公司法修正的時候 參著了整個政交法的25條之一裡頭的這些定義當中 只有最終收益人的部分 沒有辦法真正的入法 金管會有沒有考慮 修正這個政交法 然後讓它揭露到自然人的部分 目前我們觀察我們國內的政交法 對於這個內部人股權規範這些透明度 並沒有比國外寬鬆 所以如果要進一步的要放寬 也要循序漸進 目前沒有這個想法 循序漸進的方式 所以呢 你接下來有沒有修法的打算 目前沒有這個修法的打算 目前還沒有修法的打算 那你如何去揭露這個所謂的最終收益人呢 本期提醒你一下齁 是 最近的一些股 股票市場 還有一些股東大會 吵著沸沸揚揚的 除了大同公司 大同公司的外資當中 有許多被認為啊 假外資 連顧主委都說啊 大同的外資當中啊 有18.1%的假外資 然後這種情況 跟最終的收益人的揭露 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說你遲遲沒有立法的話 這些亂象怎麼解決 黃主委 第一個我們在過去 其實對於事前登記 保管銀行部分的這個 這個他做的一些查核 就需要強化 那平時都有交易所這方面的監控 好 如果就你查核的部分啊 之前顧主委對外宣稱啊 說要調查 對啊 調查這一個有沒有 中資繞刀到投資大同來啊 說要查 查了怎麼樣 呃 最新的案子還在查尋中 那何時可以公布 報告委員 因為這個 境外經流 不是經管會能夠處理 必須要下其他監理機關 我當然知道 但是你總要給個時間表嘛 股東大會都開了 這是 他們的監理機關 我們有定期去追蹤 但是我很抱歉 我不能跟您報告說 什麼時候一定會完成 這是 盡快盡快查 這件事情 其實在社會上 關注度非常的高 了解 其實除了大同事件 收到相當大的關注度之外 我可以跟你講齁 有一個台灣鋼鐵聯盟 也是用類似這種手法在做 那整個市場當中呢 透過這一種不同的公司的資金的移轉 來並 想要併吞其他的公司 想要惡意詬病其他的公司 主委 監管會管不管 這種 一方面 有些是股東權的這部分的禁足 我們原則上是中立啦 可是如果說牽涉到一些市場秩序部分 我們會關注 我們看看是不是有什麼方式去導證 我想有一些內部違法的情勢齁 我想相關的案件 張局長很清楚啦 我想你上任之後 應該特別去關注跟了解一下 最後一個部分 我想請問一下主委 主委 你非常關心受險業 那受險業的利差值非常的嚴重 那受險業最重要的是 沒有投資標的 可是呢 之前你們曾經有去 本席在之前三月份的時候 請教過顧前主委的時候 就有提到 金管會表示呢 是可以轉投資公共建設 跟長照制度 還有五加二產業 2019年的時候 檢討受險投資標的的時候 當初你們就說要研究 研究到現在已經快一年了 不曉得現在進度如何 其實他對長照事業的投資 有些限制是相關部會的規範啦 那至於說現在研究的結果 是不是請市局長報告 局長 報委員 其實我們的法規 對於這個投資這個 公共建設跟長照產業 我們已經有很多的管道 包括就是股票還有一些專業用 就這一項啊 就這一項你們進度怎麼樣 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新的投資標的 有法規是有 然後再來我們有 在去年的時候有協助受險業 跟財政部去協調 看能不能在都市計畫裡面 去結編一些土地 來供投資使用 局長 什麼時候可以公佈 這個部會我們已經開放 我們也去協調了 但是很多相關法規土地取得 都還有一定程度的問題 法規已經沒有問題 那只是說標的的問題 我希望這個部分受險的問題非常多 北溪對你計畫非常的高 希望將來對受險業的整個投資標的 能夠多一點 不要讓它一直停留在海外 我們會照委員指示辦理 我們會照委員指示辦理 謝謝 謝謝主委 好 謝謝郭國文委員 我們下一位質詢委員 我們有請林楚英林委員 謝謝主席 有請黃天睦黃主委 請黃主委 請黃主委 委員早安 呃對於我這樣一個立院的新人 尤其是我們財政委員會的新手 那麼相對於您在金管會 剛剛前面幾位委員都特別提到了 就是您在這裡已經有非常多年的經驗 那麼對於您的上任 昨天呢其實您在會裡面的記者會當中 當然也把您的願景都講了 不過其實作為一個立委 當然在立法院當中就是作為一個監督者 對於到底您接下來在您的任期內要做些什麼事情 剛剛前面幾位委員都有來跟您做詢問 不過就像剛剛前面委員有提到的 過去顧立雄委員在上任的時候 他曾經有提出他有四大的工作項目 像是金融科技創新跟監禮的平衡 引導金融資金配合五加二政策 稅改方案激勵台股 再來就是去家族化 那麼希望減少這個金融的這個加速等等 當然剛剛前面的幾位委員都提到 就是顧歸黃要不要隨呢 那麼另外就是黃主委會不會開創所謂的新局 您上任講的剛剛也特別真 針對不擋不賣不思不忙做了一些回應 而剛剛我特別聆聽了前面幾位主委對您的質詢 您也提到了要改革金融 那麼到底要怎麼做 又或者是剛剛您提到的有關於 國內的這個OBU國際的分行等等 還有開放銀行的三階段 但是這些具體的部分 您有沒有更進一步的內容 因為對我來說 也許您要講得更明白更仔細 我們站在一個立法院監督者的角色 也比較好去評斷 那麼您上任之後到底要做什麼 謝謝委員 其實委員您雖然以前不在這個領域 可是您的其他的工作經驗 其實我們非常的肯定跟尊敬的 那第二個就是 總統昨天在就職演說中 特別提到 提取金融的這個多元的金融 能夠支應產業發展 所以我們準備在 今年我們會 研究怎麼樣在資本市場 能夠用另外一個新的模式 來幫助我們的中小企業 在資本市場籌資 目前是大概有創櫃版新櫃 創櫃新櫃上櫃等等還有上市 也許我們會討論是不是用另外一個 上在這個資本市場籌資的一種標準 讓中小企業更容易能夠在資本市場籌資 這部分是我們今年會做的 是 好所以說對於您上任 那麼接下來下一個部分 資本市場的投資 或是怎麼樣來激勵我們的金融更加的 國際化或是活化 已經有一些初步的方向 那麼另外其實大家想問的就是 今天您的副主委沒有到 但是其實在前兩天公佈副手的時候呢 被認為是首位來自檢調系統的副主委 那麼我們都知道 因為過去雇主委是來自於法律界 當時就有人說這個局外人跳到這個局內來 那麼比較沒有包袱 那麼您怎麼來看 這一位來自檢調系統的副主委 您會賦予他什麼樣的任務或者是專責的方向呢 怎麼樣來協助您 我覺得他跟我在功能上是可以互補的 因為我的專長不是在法律 但是他對法律跟金融犯罪方面都很有經驗 所以這方面我們可以一方面在金融秩序上 他也許可以扮演比較重要的這個角色 那我是在金融發展上 或是金融的這個其他的領域中 能夠有很多的這個有一些努力 我覺得我們的分工應該是蠻能互補的 因為我大概找了一下資料 就是109年的有關於金融檢查的部分 我們就特別有講到就是防治洗錢 打擊 滋口 再來就是資訊安全通訊 我們知道其實這兩天最熱門的話題 當然除了今天報紙攤開又有大同啦 相關的這個 他們的經營權之爭之外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總統府各資外洩的部分 而在過去前幾天大家都在忙紓困的時候 我想副主委 當時還是副主委一定有看到比如說像借券商有駭客入侵 又或者是說我們的台灣銀行分行在海外的有一些資訊通 資訊安全的問題被盜領了 所以你怎麼來看 接下來在資訊安全部分 我們該怎麼樣的加強 兩點跟委員報告 第一點疫情發生的時候二月多 我就已經我們今晚會就發函給各金融機構 注意疫情過程中因為異地辦公或居家辦公所衍生的資安內控的問題 我們已經注意到了 第二點我們現在正在草泥一個資安行動方案 以往的資安都是peace meal就是個案個案去處理 我覺得這樣不行 我們要有一個四年的資安行動方案 去有一些計劃短中長期 因為資安畢竟是將來數位科技發展 數位金融發展最重要的基礎 資安做不好一切都枉然 我們會做這件事情 好那麼您說的這個四年方案當中 當然說由金管會帶頭來推動 但是彼此的系統之間怎麼樣去架設 四年內可以完成嗎 還是說他必須要花一個更長的時間 那麼在這個預算的部分 因為他又分成是我們有公營的行庫在內 那麼當然還有一些民營企業的部分 這些步伐的統合上面你有沒有一個想法 兩點報告 第一點我說的方案不是一個硬體的方案 它是一個我們督導各金融機構 怎麼樣強化資安的行動計劃 有很多層面 那目前可能過一兩個月會跟各位報告 第二個我們在兩年前就成立一個 金融資安資訊分享中心 就是要所有的金融機構加入 然後分享資訊 然後他購買國外的情資 讓國內金融機構了解 那這個中心就可以發揮一個平台的功能 我覺得這幾件事情都是我們在強化資安上要做的事情 好資安的最後一個問題其實想詢問的是說 如果連我們的總統府最高的總統府 資安駭客都可以駭的進去的時候 在這個部分有沒有認為是說 未來真的有沒有可能是駭客厲害到入侵到 包括金管會所掌握的所有的這樣的一個相關資訊的部分 有沒有一個什麼樣的對策跟進一步的想法 最近有打算開什麼會議 有的我們在國土辦的指導之下 我們有幾家關鍵基礎測試 比方說證交所 齊交所 貴買 吉保 還有財經公司 他的資安的等級跟監控都比其他的金融機構要強 這部分我們都定期都要去監督他 尤其在疫情期間 我自己督導疫情 對這幾家關鍵基礎測試的資安 我們非常的重視 委員可以放心 好 那麼有關於這個 來自檢調系統的副手 大家其實另外一個當然要關注的 就是剛剛也有委員提到的 包括大同或是其他 在這個金融犯罪當中 以及包括像今天才以為提到的金融犯罪的部分 那麼您會賦予副主委 什麼樣的一個責任或是任務 就是在於洗錢防治嗎 又或者是說金錢犯罪 金融犯罪這樣的打擊的部分 對於這種上市會公司的市場亂象 或是金融的犯罪 或是金融秩序部分 我會給予他比較多的督導的責任 是 那麼會有什麼樣的首要目標或責任嗎 我們會先清查目前的案件他的癥結 那看看今晚會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努力的 是 好 那麼最後我要問到的是一個 跟保險業比較相關的就是 我們都知道其實台灣人蠻愛買保險的 但是接下來其實大家都會認為說 隨著這個利率的條件 以及接下來的IF-17接下來 可能面臨的是保險業挑戰非常高 那麼台灣人在保費的支出上面 有到十五萬 但是產險只有七萬 保費的收入呢佔GDP百分十九點二八 世界的平均只有百分之六 而且每一個人都有二點五張的受險 就您來看喔怎麼樣在這個部分 做一些必要的控管跟保障 是 委員非常的專業 我們今年會有一個商品結構的調整 會提升這個保險的保障的門檻 是 這部分我們會 這部分會循序漸進推動 會逐漸改變保險商品的結構 那這對保險業的永續經營是有幫助的 往哪個方向來調整結構 就是商品的結構中保險的比例 因為保險比例中有保障跟投資跟儲蓄的比例 那以往保障的比例比較低 我們今年會把保障比例提高 比例會是多少 這個局長 發文我們那個商品裡面 有關死亡保障的部分 受險保障的部分提高的比率 大概應該是會提高到 依照年齡不同 會提高到一百一百九 一百九 就是原來的那個額度的百分之一百九 是 好 時間有限那是不是等會後我們再請 各位給我們一份詳細的報告 調整的額度 比例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知道 謝謝 謝謝林楚英委員 我們下一位質詢委員 陳焦華陳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黃主委 請黃主委 請黃主委 就是污染一次 罰一次 銀行如果做錯事情 做錯一次 罰一次 這樣才能夠符合誠信的原則 好第二個我要請教 現在的這個保險部分 我們知道那個紅太人壽 他的禁值已經低於3%了 那這個目前紅太人壽的禁值只有15.7億 然後他管理2,990億的大眾的資產 好這樣等於是說如果紅太出事 好這個管理的這個2,990億的這個資產不見了 好那紅太只能賠15億 那我們知道這個這個實在是非常奇特的事情 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能夠締造這個190倍槓桿的保險奇蹟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可怕 現在很多保險這個禁值比都非常低 低於3% 好下一個 所以呢 這個目前星光全球三商紅太 那紅太是最可怕的 那我要請教主委 目前如果真的出事 我們要怎麼怎麼來處理 下一張 好這些禁值如果道成是負的 你要負責嗎 好那如果出事 是不是用保險安定基金來處理呢 那保險安定基金我們知道現在只剩下250億左右 剛剛那個是2,990億 那如果真的出事了 那怎麼辦 我們知道過往有國華 國華人壽 國華產物 國保 幸福人壽 朝陽人壽 這些總共加起來接近1200億的 這個保險安定基金去墊付 那現在我們知道很多保險公司都有出事的可能 好所以這個也是很嚴重 新主委上任 希望趕快好好審慎的處理 不要讓這個 這個2,990億的這個投資人 保險人 受到這個重大的損失 好下一個 那我講完再請主委來回答 好嗎 好 那另外就是過去講過幾次的張營 好 張營這個這個檢舉人的權益 受到這個壓縮好下面 那我們知道目前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在2000 2017年8月 檢舉人向張營副總檢舉 11月30號檢舉 然後張明道對外宣稱 2017年12月10號 知道這個事情 黃國昌委員 2018年1月召開記者會 張營2018年1月18才跟張營舉報 所以這個事情今天本席要在 主委上任第一天還要再講 這個問題目前最嚴重的就是 所有的涉事人這個高層都沒有 沒有試 都沒有試 沒有受到處罰 那這些沒有試的情形呢 我們知道 張明道曾經在這個2002年 被媒體 這個看出來說 你們是金融F4 那主委在2002年也被媒體 納入你們是金融F4 那我也不希望你們過往的交情 去影響到你當主委 要去做這些監控的任務 大家剛剛前面委員都說 對你這個期許很高 對你這個 所以你可以說這個肩負很 很重大的這個任務還有責任 那我簡單說 那我簡單說 就是目前 張營東莞案 知情不報 違反重大事件規定 然後調查小組洩密還有告發 吹哨者 我有跟顧主委說這個是新事證 這個不是過去的事情 所以在張營目前有給我一份摘要報告 他沒有辦法去調查出這個 目前調查小組有洩密告發的這個事情 然後呢 這個是違反吹哨者保護內機內控辦法 另外針對這個打壓這個檢舉人 也是違反吹哨者應該禁止不利 對吹哨者有不利益的事情 然後追加這個對吹哨者的這些認定 過去有這個檢舉人 在事發之後才去認定是檢舉人 這個也是違反規定 好以上這些問題 從TRF一案一罰 到這個目前保險金融的這個危機 紅泰的問題 到這個 目前這個張營的這個高層 都沒有做處罰 金管會 那請主委回答 因為我跟委員報告 TRF案子其實在過去三四年間 其實都陸續在處理了 因為當時處分是以內控的本質去處理 那現在有些還沒有一案一罰要怎麼處理 當時也沒有說一定是一案一罰 是以內控制度的 總共華商委員就喊說要一案一罰 你們都不一案一罰 那到現在還不一案一罰 那要怎麼辦 受害者自己去撞牆是不是 疑案一罰部分其實的確在執行上 因為它的本質是內控的問題 所以並沒有完全能夠適用一案一罰 我不能接受你這樣問掉 那至於說張營的部分 先說保險的部分 其實現在保險法的規定 都不用等到禁止為復 就會要去處理了 張營要不要再重新調查 簡單說 剛剛對這個洩密 對告發者就檢舉人洩密 這個要不要重啟調查 過去您指示說要處分 其實都有處分 對我說這個要不要重啟調查 警告人會要不要重啟調查 我們有一份報告最近也承送給您 那個是舊的事情的調查 現在就是對檢舉人洩密 去控告 這個只有這個調查小組才知道有這些證據 那這個要不要調查 那如果你不調查以後大家都敢 敢這樣子為非作歹 我們對於吹哨者當然是有一定的保護機制 是啊那如果委員這些市政上我們可以請銀行的集合部門先去做 經管會要不要調查啦 我們先看集合的報告之後我們再去做決定下一回 請你明確說經管會該不該調查 我們應該要維持吹哨子制度的運行 但是我們 經管會有沒有責任調查 該不該調查 經管會該不該調查要看它的程度跟市政的 這個很嚴重耶 調查小組洩密去告這個 這個檢舉人這個很嚴重耶 去告吹哨者這個很嚴重 因為檢舉者是匿名的 那我們覺得要判斷是不是要 對啊所以你要判斷就是要調查 要不要調查 請說要不要調查該不該調查 我們覺得程序上先從銀行內計部門先去處理 這樣是不是調查 你要處理是不是調查 所以請銀行先去調查我們看它 銀行調查因為我們自己都做錯事 你叫銀行自己 這個球員兼裁判這樣哪算調查呢 金管會要不要調查啦 報告委員 金管會要不要調查要看市政有沒有需要 你不敢調查嗎 這個不是敢不敢的問題 為什麼不調查呢 今天你上任第一天你要建立一個中立這個形象 這個是你建立中立形象 你監管的一個原則嚴謹誠信 你不回答這個 不會我不是不回答邱局長你是不是簡單報告一下 跟委員報告齁我們對事件的一個調查齁 都會請銀行的集合是以獨立的集合單位先去做銀行的了解 了解以後我們看那個集合報告 對阿那算不算調查你回答我啊 我剛剛跟主委問要不要調查啊 那你現在回答是要調查對不對 根文報告 集合是一定要以它第一線的一個 那你回答這樣是不是算調查 主委不回答你回答 後續看集合是的調查 好我們覺得有必要的話 那這樣算不算調查啦 集合是的調查就是調查的一項 主委你根文報告 主委請講 我覺得我們做的事情都是在釐清市政 好那這樣算調查吧 廣義上是調查就是銀行先去調查 廣義的調查 那什麼叫狹義的調查 狹義調查就是我們的檢察人員去調查 好那今天就是回答我說有要調查對不對 先叫張寅內部去調查 你的回答簡單講是這樣 對張寅的集合部門先去調查 好那就請調查 謝謝我們 還有不好意思再給我20秒 剛剛那個洪泰人壽這個該不該接管啊 什麼都要接管 沒有沒有我們都有一定的程序 它那要兩期禁職不低於3 到明年3月才會 儘管會要明確處理喔 不然會引起所有保險人 保險投資人的恐慌 如果都有法規明定的我們會依照法律辦理 謝謝 好 謝謝主持 陳教華陳委員 下一位啊 我們有請高嘉瑜高委員 謝謝我們請黃主委謝謝 有請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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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以前畢竟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兩天之前睡得不錯 不當主委心情比較好嗎 當然不一樣 不一樣嗎 為什麼我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2018年喔 您在這個兩岸保險法研討會裡面 有一句話喔 裡面提到說這個 因為歐美寬鬆貨幣政策喔 這個資金盛宴結束 那龐大的投資部位呢 只剩資產泡沫 所以你說你想到這些喔 晚上都睡不著 然後還問這個台下的這些 壽險公司董事長們說 你們睡得著嗎 所以我合理推斷你從2018年到現在 應該都睡不著才對啊 所以你應該已經失眠兩年多啦 是不是 當時的確那個情況 會讓我擔心 那當然後來整個情況 有稍微紓解一點 所以你覺得現在 受險業的情況已經改變 你比較睡得好了 其實可是從疫情之後 連準會降息之後 我覺得情況又變成另外一個情況 所以就是本質上沒有改變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問這個問題喔 因為其實台灣的受險業 如您所說海外曝險的這個非常的高喔 那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喔 在全世界幾個國家 日本韓國中國美國相較之下喔 其其他的國家的海外投資比率喔 都相對是低很多 中國是2% 美國12% 韓國8.3% 日本21.6% 但是台灣的受險業呢 卻有66%都是在海外投資 這個佔這個總資產的3分之2 遠高於其他的國家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現象喔 第一個就是國內的資本市場的規模 深度跟廣度不夠 因為保險業需要是固定收益商品 國內沒辦法提供這麼多商品 所以他必須承受信用風險 跟匯率風險到國外去 那第二個就是國外的收益比較高 因為我們保險業過去有些老保單 他有一些利差損的問題 當然利差損已經漸漸的緩和了 可是這幾個原因 我們保險業他收了保費之後 要運用到足夠的固定收益化 所以你覺得這個海外投資比要不要調整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這66% 有沒有必要調降 你說台灣找不到這麼高的投資 報酬率的標的或是等等的原因 但是一方面我們政府又希望這些台商能夠回流 希望這個海外投資回流等等 這個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政策上的一個對比 就是說一方面我們把受險業往外推 說你們去國外投資 國外投資的收益率比較高 一方面又叫別人來台灣投資 那明明受險業拿了我們台灣保護的錢 應該在我們台灣投資 我們才監理的到我們才了解的到他們投資的錢怎麼運用 這個收益是不是如他的報酬所顯示 一旦這個錢跑到了海外66% 我們都監理不到調查不到 錢一轉再轉三轉四轉五轉 轉到我們金管會轉到國內的時候 他給你的賬面數據跟實際的數據 已經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你看從102年到現在 因為我們的放任因為我們的這個包容 他從海外的投資比率 從43%到65% 甚至早期也只有20% 不斷逐年的提高 對於台灣的企業 對於台灣的投資的整個產業 都是非常不健全的 所以我覺得金管會應該要負起責任 不應該讓海外投資年年升高 拿台灣人民的錢去投資海外 這是受險業該做的事情嗎 主委您覺得這樣子的投資比率會不會太高啊 委員非常專業問的問題非常重要 我們也對這樣子的一個比例覺得不是很不大 我建議金管會開始演繹應該要逐年降低海外投資的比率 讓資金回流讓台灣保護的錢在台灣投資 讓我們監理得到看得到 而不是把錢拿到海外去曝險 最後虧損回來資產泡沫回來 不只你睡不著保護睡不著 我也睡不著 我們明知道有這些問題 可是逐年的放任讓他逐年的把錢投到海外去 掏空台灣投資海外 最後錢不知道跑到哪裡 結果如果這些保險業倒閉之後 誰來幫他收拾 是我們政府是我們納稅人 是我們保護 是我們要去承擔 這對我們公平嗎 非常不公平 所以剛剛講我們說這個保護的權益要怎麼來看 現在講的這個IFRS17的問題 就是說當全世界已經要去跟國際接軌 有這個會計選擇 台灣還給他寬限期 現在到2026年才要正式上路 但是剛剛講的紅太人壽 我們看一下 他的禁止比率 現在只剩0.53% 根本無心經營 而且紅太的爭議從2015年2013年就開始 當時虧損加劇的時候呢 儘管會要求增資 同意讓他用土地來增資 甚至呢他用這個群域證券來租下 紅太大樓的總部 明明自己群域有總部還跟紅太來租 用這種著手轉右手的方式 不斷的在我們金管會底下的紅太人壽 做這樣子的一個不是真的現今真之的行為 然後來讓賬面上比較好看 金管會眼看著這個紅太人壽用這樣子的方式 現在還想要打包出手 拍拍屁股走人 我不知道在監禮方面到底做了什麼 我看到的是一再的放任 那這紅太人壽現在出現了這個問題 金管會有什麼具體的做法 我們的禁止筆是觀察兩次 所以到明年三月會最後的確定 那我們都有法規如果違法就依法處理 依法處理但是人家就已經 現在就倒閉給你看啊 現在就是禁止筆0.53%給你看啊 而且不只是紅太人壽 現在我們整個受險業有4家是低於禁止比3%的 那這個情況當然您剛剛講因為疫情的關係非常的嚴重 但是其實這另外一波可能的受險業的倒閉潮 可能隨之而來這個也是我們金管會一個很重大的責任 那過去您在這個保險局長任內等等 也曾經接管過這個倒閉的受險業 那到現在可能在面臨新一波的這種受險業的倒閉潮喔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希望金管會能夠預先的準備 那我相信你們最近不管是開罰這個 這個貸款啊等等去買投資型保單等等 對業務嚴重不當行為有做了一些處理 但是對於這個現金增資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要求這些企業要來做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喔如果以疫情關係來講 確實業績下滑非常多 但是現金增資可能是這一次因應IFRS17 一個最重要該做的事情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喔南韓喔 受險公司增資42兆韓元大概台幣是1.13兆 但是我們因應IFRS17的我們的受險業 到底有沒有真的拿錢出來增資呢 如果依據之前的報告喔 現在受險業的龍頭是哪一家 國泰人壽嗎 國泰人壽 好國泰人壽 依據之前的報告我們看到喔 國泰人壽花旗銀行認為說他應該要增資1670億 富邦是880億 台灣人壽是230億喔 那某金控內部研究報告也 將近是2600億1818億喔 也都非常的多 但到目前為止實際增資狀況呢 卻是不如預期喔 都非常的低 那金管會對於這個部分 有沒有實際上在要求這些 這個受險單位如何增資 拿出真金白銀來保障我們消費者 我們保護的權益 我想我們都有逐年去要求 朝這個17號公報的標準去邁進 包括商品結構的調整 這部分委員您放心 包括保險公司 他經營的不好 我們在保險法都有規定 都是按照法律去處理 不會到禁止為父才去處理的 對因為我想 主委您過去有歷練非常的豐富 因為我發現我這個還沒出生 你就已經在當公務員 然後到現在喔 真的是非常厲害 等於這個我的人生 你都在從事這個金融相關的行業 所以對這些受險業這些相關的 裡面在搞什麼你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也知道過去長期保險業是非常不透明 收了保護的錢也不知道他的資金如何去運用 他的收益實際的狀況是怎麼樣 拿去哪裡投資 到底他能不能如期的給付等等 他的資訊是非常不對等的 所以我也希望我們在整頓保險業的同時 把這些應該讓保護知道的權益跟資訊 能夠公開透明 讓保護能夠清楚知道每一家受險業者 他的體質 他的資金狀況 他到底能不能如他所說 天花亂墜的這個利率 能夠給付給這些保護 而不是讓他拿著保護的錢 去大炒房地產去國外投資等等 然後人家辛苦的錢相信你這些保險員 業務員的兜售之後 最後血本無歸 這是我們都不願意看到的 那一個合理健全的受險業 就是應該建立在一個公開透明的資訊上 所以隨著這個IFRS17 不僅要求現金增資 我們更要建立保險業的公開透明 讓這些相關的不管是利差選投資 現金增資的這些數據 都能夠如實的呈現 這個部分主委可以做到嗎 我同意完全同意委員的意見 我們會朝您指示的方向去處理 好謝謝主委 謝謝高嘉瑜高委員 下一位質詢委員 我們有請江永昌江委員 江永昌質詢完 那本席質詢完以後休息十分鐘 好謝謝主席 請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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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早安 所以我要問你齁 現在警管會 還有一席副主委開缺啊 你有什麼看法 我們會我們會從四局局長中 所以只有四個局的局長在名單內 其他的你都不會往行政院推薦喔 因為只有十三等才升十四等 其他都不是十三等 不是啊那一定要從金管會的體系嘛 我覺得應該要內深 所以你這個不再只是 杜人甲的問題啦 就是說一定要從嫡系上來是這個意思嗎 那你剛剛講 只限在這四個局長當中 有機會 那你自己的主命夠不夠資格 現在的主命 我們的主命在幾等上是十二等 不是十三等 你是這樣講 那四個局長打個分數吧 誰最有機會 你是看年資看表現 還是看局長內內所 所遇到的重大案件的處理能力 因為你今天自己講的四大目標三種做法嘛 大家看報紙都看到了 您回答一下 報委員其實各局局長都各有見數 那你四個都推薦上去喔 人事的事情 我也不能夠在這邊 跟您這麼透明的說 人事還不能夠透明的說 那什麼東西才應該透明的說 你第一個政局局長應該 應該比較年資上有沒有 才來做一短暫時間吧 對吧 怎麼這麼快 直升機 那你連這個都講不出來 張局長其實勇於認識 當然他5月4號才上任 應該機會不大了 其他三個 你講一點正面了吧 拜託 那個 那如果邱淑辰局長 人家給你放消息說最有希望 光是看立委再質疑TRF到現在 還處理不完 你看這顯然成為障礙啊 保險局現在對不對 哇這個 情勢瞬息萬變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喔 給一句話吧 所有的局長都是非常的認真 使命必達的 我對他們都非常肯定 好人人有機會 各個沒希望 那我正式的來問一個題目 昨天半夜我會收到簡訊 財政部啊 關顧張銀的爭奪戰 昨天就釋出說 叫大家盡量 那個支持那個 財政部 張銀的董事 席次 問一下喔 其實張銀跟台新打了這麼久了 那時候經管會剛成立 你是主祕嗎 好像是 一路到現在 法院最新的判決 你分析一下 台新跟張銀 你經管會最佳的看法是什麼 兩個還在爭 到底誰比較有道理 我覺得這部分 因為是當年是財政部在主政 我想經管會也沒有立場去 那就法院的判決 那你經管會總是要遵照啊 那法院最新的判決 到底是財政部 要不要去支持 台新的這個 張銀的這個董事名單 還是不需要 報委員 我們經管會對這個事情 不應該做任何特別的評論 法院判決 還沒有確定 還沒有確定 所以你莫中一次 但是 你說你對這個不應該表示看法 可是 我就要問你啊 台新銀行現在一方面說 它要事故 是出張銀的 然後他有望於去保德性 因為他底下欠一個 欠一個受險 他一方面其實 台新那邊也是全額提名 張銀的董事席次啊 兩方 六月就要佔 互相交戰啊 這你總部該沒有看法吧 我們是從 張銀佔了這麼多年 體質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張銀的體質 目前來講 那個應該各方面的財業物比例都應該是合乎正常的 合乎正常跟獲利能力有沒有加 那在台灣的這個銀行的這個排名是不是落後 因為 關股要得到支持 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股東的這個 獲利有沒有 能不能配方嘛 他才會去支持關股 要不然台新是比較有外資在支持 我就這樣問你講好 你說你在這個事情上中立 可是現在台新的動作不斷啊 所以你覺得兩方面的這樣下去 去爭這個董事其實都可以 因為股權的管理是財政部的職責 儘管會只是在財務業務跟金融穩定上去觀察這家 但是現在台新連帶到我剛剛已經講了 他到底是玩真的玩假的 他如果要釋出張銀的股份的話 那他他對他爭取到董事席次一定有影響嘛 那如果他是假的的話 那他去買保德性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保德性將來員工的照顧 他到他還要 Вс八個月 股主委之前都有承諾的 對不對 他繼續是僱傭制 那員工全力不能私募基金這些 那是有影響的啊 那怎麼會跟你沒有關係 今天你就是說鐵開來 保德性的這部分 我們可以說明就是 任何一個銀行或金控要買保險公司 我們對這個 對整個的購買者本身都有一些條件的要求 包括他本身資金要足夠 要能夠長期經營 要能夠照顧到員工 這些都有相關的規定 那我問你一下 聽說現在關股銀行處於劣勢 因為券商在收委託書的時候 都是照成本價五塊 聽說另外一方在收委託書的時候 那個勞務費用變一百多塊 你有沒有聽到這個事情 這樣不是對關股不公平嗎 你剛剛立場是中立 這是財政部在 因為有關所謂市場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是中立 收受委託書 這個你儘管會沒責任也是財政部 財政部他就按照勞務費五塊去委託 我想收受委託書過程中 有沒有違反相關契約 你有沒有聽到消息市場說 這個另外一方 因為我不是說直接就去指證 我是說就在那邊救教 勞務費委託書的勞務費一百多塊 我沒有聽到 我現在跟你講 要去了解一下 所以我覺得你不能自身事外 因為你對這個事情應該也是 相當的了解 接下來我要問就是說 你看起來是財政部跟財新金控誰的條件比較好 比較實力雄厚 你沒有辦法預測 我沒有辦法 職責上我也不便做任何的評論 沒關係那我知道 金管會就是說 其實財政部能不能拿到經營權對你來講是沒差 金管會現在態度跟財政部不一定一樣 我要問一個 其實你今天宣示的四大目標當中有金融創新 然後你裡面的這個做法 今天有人就問到你這個open banking 那現在是第一階段 大家可以透過財經公司 或者自律規則去這個tsp第三方服務去拿到銀行的這個金融商品的資訊 剛剛人家問到那你第二階段 你說今年要做你怎麼做 第二階段就是個人的個資可以透過API 然後向銀行取得然後去給第三方服務的業者 你怎麼做 這部分顧主委大概不到幾個禮拜之前才召開過會議討論 我們在今年年底之前會上路 資安部分大概都有一些 講的都是空的啦 其實我上一屆問的他對不對 每一次問都說盡快盡快 這也是沒有答案啊 你要不要看我第一次的質詢 我以為現在換你做主委 你可能可以講得更具體一點啊 有啊年底之前會上路沒有問題 年底之前會上路是什麼上路 就是 你知道如果是如果是英國的話 他可能就是監理沙盒他去修法 因為他可能會碰觸到 如果是香港新加坡的模式 那就是可能銀行去合作啊 可是銀行合作的話在台灣來講有可能嗎 銀行願意把這個資料 雖然我們宣示這個消費者有自己各自的權利 但銀行未必願意做啊 你說說看你用什麼去突破 因為第三階段還包括交易 我知道 報委員其實銀行自己會判斷 從集團內找對象或是集團外找對象 這個部分都是開放的 銀行會找對象 我跟你講你現在動作慢了 銀行只認為第三方服務是銀行的延伸 我都還不知道說到時候會不會有中資過來 來做我們台灣的第三方服務去跟銀行 那到時候還有資安跟國安的問題 你相不相信 你一直說有 問你具體其實沒有答案 我就講啊 新加坡 新展銀行 他其實他現在用區塊鏈的技術 他可以做到物流農產跟汽車交易 交易呢 那你如果說我們走香港新加坡 那你的具體走到那一步 要走到什麼時候 我再跟你講 財經公司他現在幫這個會計師事務所 你們知道韓正嘛 對不對 可以用區塊鏈的技術跟各銀行拿到資料啊 你理解我的意思 我知道 那你有沒有考慮 就是說你講了半天都是標題 具體內容是什麼 本席想知道啊 那個會計師的韓正是銀行自願參加 透過blockchain去處理的 是 那我跟您報告 就是open banking部分的確是 我們按部就班在推動 所以委員其實您 你的按部就班 那我說好 那我就簡單講了 有關於區的銀行的資訊有沒有 用區塊鏈的技術 那現在除了台灣就是會計師用 要拿韓正 你要不要這一步再往下推 還是我以前也問過啊 要不要去中心化 然後 然後還是說財經公司再來組一個 中心機構的單位 還是 我就看不懂嘛 你講一點具體的內容給大家知道一下啊 就是 就只有一個銀行自律規則 然後 不只喔 我想我們在推動open banking第二階段 不是只有自律規則 還有其他相關配套措施 什麼配套措施 那就講幾個來聽聽看 然後TSP這方面的 就是token service provider 管理的規定 就是 就中間TSP業者的管理的這些機制 啊 那個局長你報告一下 跟完報告 這個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銀行公會 對資訊的安全 資訊的傳輸 部分的一個資律規範 另外一個是財經公司的這個資訊安全標準 那另外這個第三方合作業者 這個部分基本的資格 要有哪些資格 也會有一個基礎的規範 讓銀行去做選取 好那你講這些規範什麼時候要出來 而且它不涉及法律的修訂 跟完報告 在這個第三季 Q3應該就會整個確定 就可以來接受示範 在第四季的話 應該就整體上 可以做的就可以上路了 你還漏了一個問題啊 以前顧主委講的啊 資安是一個問題對不對 消費者的保護 你剛剛講的喔 因為到第三階段 就有交易開始了嘛 對不對 那消費者的保護 因為我在猜銀行的資訊規則 或你剛剛寫的那些規範 不太可能說 因為我們知道有時候TSP 它可能它的能力有限 萬一產生了這個巨大的 這個消費爭議問題 它也負荷不了 那你們敢說銀行先來做保證 銀行先來做償付 然後到時候銀行再去跟第三方業者 互相去怎麼樣責任比例分配 就是說那有關於消費者保護的這一塊 這才是要緊的問題啊 公文報告 這個部分基本上在銀行公會的時候 大家已經有基礎的一個共識 就是在一定金額以內 銀行必須先對消費者負責 如果最後已經確定了這個 一定金額是多少金額 目前是十二 我跟你講你這個回答 黃主委你聽聽看 以前顧主委在報告台上跟我講的時候 可不是這樣耶 他說啊英國 金流的部分是銀行負責 所以可能會考慮 在金流的部分銀行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們現在講的是一定金額 你看這不是有變化 資訊流的部分在第三方業者 跟我們所謂的這個API技術啊 技術平台啊 再回答一次完整一點 跟我們報告 為什麼在銀行公會端 會先訂定一個單一事件 還沒有有這個 故意過是認定就先賠兩萬 主要是因為這個個資法規定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太高的一些責任 銀行可能在選取對象的時候 會非常審慎 可能就是這個制度沒辦法推動 這個小的一些第三方業者 這些公司可能沒有很難被選取 因為銀行責任太重的話 可能這個制度 可能也會在分配上面的責任 使得這個制度沒有辦法進行 你覺得在講說銀行的自愛難行的問題 我覺得你不是在講給我聽 你是在講給主委聽那種感覺 所以知道了吧 為什麼大家都在擠 你剛剛一直講說會有進度 又說第三季規範會出來 現在你看 立刻又談到說有障礙 銀行不能夠配合 是不是我們銀行局在做後續的報告 給我們的江委員 我們在會後再跟委員請示 因為聽起來好像你 你的那個聲勢最好啦 知道 局長 接副主委 剛剛這樣在比啦 所以你看這工作 撐重啦 加油啦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莊瑞雄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有請我們金管會黃主委 有請黃主委 委員長 主委先給你恭喜啦 但是來請教幾個問題 我看你在還沒上任之前 我也看到你好像也請幕僚做了一些功課 就是說去比較台灣跟歐美這個紓困的一個方式 那到底你去比較完以後啊 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 比如說這一次的紓困裡面 你去看到美國 就跟歐美國家跟我們台灣的做法會不太一樣 你像 美國就比較類似我們中小企業信保基金提供保證的一個受信案 那十三保證的案件 銀行的計算資本四足率的風險全數就變零了 那如果我們會 譬如說 我們現在金管會的規定是 信保基金十三的風險全數二十 像美國這樣零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啊 像這一次在紓困的時候 像 我美國就像美國 政府給它做保證 那我如果是銀行業者的話 我就敢放手去做啦 那所以呢 這個部分啊 我們敢有可能 你現在的銀行的限制 其實這二十二十五就有危險了嘛 我們有可能去考核的一個標準嗎 對銀行 目前來看我們台灣在監禮措施上 跟其他國家並沒有屬於他們 我們的提供的誘因啦 但是我覺得因為各國在紓困振興上 都不斷的提出新的措施 所以我請銀行局去研究有沒有新的誘因措施 目前我覺得我們都還好 其實可以研究看看啦 因為大家在看的就是說 防疫台灣是一個亮點 但是後面經濟上的一個衝擊會怎麼樣 不知道啊 這就是說大家看不到嘛 但是 你如果說我們都毫無限制 讓銀行底啊 好像是一直在製造那些地雷 這也不對 可是問題是 國外也有這些可以做參考 所以我們研究看看好不好 徵造委員指示辦理 好 感謝 那我再繼續要來請教就是說 可能 你就每個人都折 就那些 那些局處都起來 那些局起來 你像比如說剛剛高委員 高家委員提到的四家受險公司列入 觀察名單 這個它的整個淨值比 你說原意要怎麼上錄這個問題 從淨值的比例來看 洪泰這個0.53 這個別人講過了我就不再講了 這個你們要自己好好去做一考慮 可是倒是中華郵政讓我嚇了一大跳 中華郵政這2.21 你去看看 如果說你們第2當然是限期改善嘛 但是 這個很奇怪的就是說 我看到的它這個 這個一般來講 如果做私人受險 你說不夠 我不夠我自己用普通局來爭資 我的財務做一個穩定就可以了 但是這中華郵政 這中華郵政在郵政 在郵政的保險是都很被動的 我常常也要業務人員借在那裡 等人來上門 有時候你說 中華郵政打算多賣一點 受險來索索這個資金 那你因為疫情影響 也不一定人會去 所以 你像說中華郵政統計 他們現在承保 2216萬人 就是說 那一人一人也很恐怖 請問一下 這一個像這一種 有沒有可能把武漢肺炎 這種視為一個特殊的狀況 還是你們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想清償能力是不太容易說 有特案專案說給他寬免的 那當然 那中華郵政因為他是國營的 百分之百國營的 那他在編列預算上 難免要循程序辦理 不過這部分 因為這個禁止比才是第一次嘛 要到明年3月才能做最後的確定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 中華郵政還是可以有相關的改善措施 調整到符合法規 是 是因為他叫做中華 那些國家你把他倒閒天的啦 一般民眾的氣就是 這個特殊的不怕啦 算不知道 可是變成說他的禁止比例 竟然是跟其他的三家 這樣來 被讓人家 比較勝功感激素的 這會讓人嚇一跳啦 是 所以他也要去提出改善措施 那因為到明年3月 所以還有大概10個月9個月的時間 可以去改進 是啦 我另外要來請教 就是說 你像譬如說在去年 這個 反送中的時候 我看那個時候 當初很多國際的投資機構 都估計香港移出來這 40多億的美金這些 會跑到台灣來 結果沒有 跑到新加坡去 那這一次啊 因為我們防疫在國際上 就變成說聲明大照 受到很多肯定 那現在反而是新加坡疫情嚴重 但台灣相對安全 所以有的資金呢 他自己會去找出路 他也很有可能重新評估到 到台灣這邊來 那請問 就是說 這個 那 我們要怎麼 你說出來 那你要起來 你說你的四大目標 你要落實 補貴金融 金融服務 滿足各類型 民間跟民眾不同需求 也有提供多元金融商品 我現在要說的就是 這金管會就相關的這一些 財富管理進行的開放 這部分 要怎麼去吸引這些資金到台灣 或是說 去年底已經開放部分銀行 可以乘坐這個高資產的 這個客戶的財產管理 這些經驗到現在 我是不是 聽一個主委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有 謝謝委員 您的問題非常重要 其實我們針對 國外的資金 我們也有修正我們的規定 所以 有關這個高資產的客戶的 這個財富管理的方案 今年下半年也會上路 這部分可以幫助銀行去 去吸引國外的客戶的資金來 這部分我看又加油一下 不然實在是我們每天看到 國際資金流來流去 大家說的投資環境 為了銀行比我們更好走去 現在我們看見比我們更好 但是沒有由我們來 這個部分都是 其實我們自己 有一些要改善的一個地方 本期最後一個問題來請教就是說 本來原本預計在八月份要上路的 證券的券商版符合資格 通常你們說是十個經 對不對 你們有可能提早去做實施嗎 因為現在看起來 台股這一波的強力反彈這樣上來以後 證券版的部分 是很大的一個亮點 但是你要怎麼吸引 你要怎麼去開放 境外結構性的商品去連結台股 就是說 海外投資人錢 不用匯進來 我也可以享受 投資台股這樣的一個好處 這部分你們這裡是不是有央行 去取得一個共識 你們如果順利去開放 那開什麼玩笑呢 對整個股市也可以依註啊 我不知道你們這裡的看法是怎樣 這部分有關怎麼樣強化券商 能夠辦理高資產客戶的財富管理業務 我們有陸續跟央行去溝通 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正確 也是我們未來要走的一個方向就對了 我們要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是啦 因為今天我覺得你們最大的一個困難 就是信貸幣匯率的問題嘛 對匯率的一個影響的問題嘛 你們這裡你們只要跟央行這裡你們想 有沒有去跟他們協調過 有不斷的協調過 央行的看法又是怎麼樣 我想他是支持的 但是我想在相關配套措施上要更審慎 是嘛 你要定義說 想有投資台股的一個好處 可以讓連結國內的一個利率 還有費率的金融商品 就變成說 一些國外的投資人也可以做資產配置跟避險 然後主委你現在講法就是說 這是一個正向我們要去做的 那我們就加速好不好 會遵照委員指示辦理 感謝謝謝 向委員會報告 剛剛已經有宣布 在莊愛雄委員結束之後休息十分鐘 但是羅明財委員已經抵達現場 所以我們就先請羅明財委員質詢 羅明財委員質詢之後我們休息十分鐘 有請羅明財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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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各位 謝謝主席 那各位請新任的諸位 有請黃諸位 黃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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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在你過去的經驗當中,也擔任過各局的局長,經驗都非常的豐富,那新任的職務,對你來講,其實現在是挑戰非常的沉重。 我想請教主委,銀行證券保險,從資本市場來看,現在是大概一萬八百點,接近一萬一千點左右,很多的主委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最尷尬就是這個時候,站上萬點也不容易了。 顧主委,前任的主委,他剛好供逢其盛,來了以後,股市上萬點連續一年多,你現在一萬一千點,往上壓力很大,往下可能就破萬點。 過去的經驗裡面,很多的部長,以前是財政部,因為都是這個,只有一個嘛,以前沒有分的時候,建立統一的時候,莫名其妙股市跌了兩三千點,部長都下台了。 所以主委,你怎麼樣來看到台股? 第一個,台股的基本面好,它的殖利率3.93,那四月份我們上市會跟公司的營收比三月份要增加,那我覺得其實台灣在疫情做得很好,那經濟的復甦方面,我個人也覺得有信心,所以我對台股基本上是有信心的,不過,因為疫情不是只有看台灣,還有看其他國家的整個的疫情的發展。 那另外疫情恢復之後,消費力道,這個帶動的經濟的成長,這部分還要做一些觀察,那另外各國的紓困振興措施都互相連動的,這部分要大家都能夠產生效果,那台灣在這個復甦過程中才會更強而有利。 顧主委來的時候,他是一心想要上萬點,所以顧力熊有顧力熊的防線。今天你來到這邊是一萬一千點,你對於台灣的股市,往上有什麼期待?往下的話,有沒有黃天目的防線? 經濟管會監理機關,重點是建立制度。我想特別跟委員報告,為什麼我們的外資現在佔我們的持股比例42,是因為我們的上市會公司的基本面跟公司治理做得好。 最近半年會出去很多。 那是因為他們母國方面資金的需求,可是我想等到疫情穩定之後,還是會尋求好的基本面的股票去投資的。 那往下看的話,主委,你有沒有什麼底線? 我覺得基本面,基管會就是做好市場秩序跟監理制度、交易制度的管理。 那另外公司治理,我們今年會有新的計劃,強化我們上市會公司跟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 主委,是這樣子的,外界普遍對你的經驗,你的手的方面做得很好。 但是,更多市場,更多民眾,期待你啊,可以心力。 所謂的心力就是,經過了,這個香港反送中也好啦,經過了這個疫情啊,大家希望, 中華民國的金管會的主委啊,也不能像顧立雄以前一樣,就是很保守,律師的性格。 我們希望的是一個,期待大刀闊斧的前進。 你有沒有信心,把台灣變成整個亞洲的金融中心? 你有沒有信心,讓台灣的資本市場,可以取代香港的地位,可以超越未來的新加坡? 有沒有這樣的雄心壯志?這個才是我們對你的期待啊。 第一點,顧主委並不保守啊,他也很勇於認識,也做了很多心力的措施。 那第二點,我想我對台灣的資本市場一向引以為榮,我想我們會全力以赴。 我相信我不願意跟其他市場去比,但是跟自己來比的話,我們希望今天比昨天好,明年比今年好。 好,謝謝,那主委,你會不會超越你自己? 我每天都要超越我自己。 很棒,我希望區內的主委,不是停留在過去的保險局局長。 不是停留在過去的銀行局,檢查局局長。 是,超越的。 我也期許啊,你累積了那麼多的經驗。 政局、保險局、檢查局,各方面,你應該都是相當的鹹熟啦。 希望,綜合你一生的功力,為台灣多做一點事。 為中華民國的資本市場,開拓新局好不好。 謝謝委員的期許,我會全力以赴,謝謝委員。 有沒有可能喔,現在數位貨幣都開始了喔,台灣也來接受數位貨幣。 讓台灣成為至少華人的一個交易中心啊。 貨幣部分因為是央行的職權啊。 你們可以協調一下嘛。 楊金龍你也都很熟啊。 好不好,我希望能多做一點比較可以對未來有幫助的事情。 那個平盤底下不得放空的禁令什麼時候解除? 因為我們三個月到六月十九啦。 好,那在這個之間我們會觀察,是不是要做一些決策,但目前還不能夠做確定。 還沒宣布喔。 那OBU的帳戶可以去開戶,什麼時候去開? 嗯,境內企業開OBU賬戶,年底之前就可以做。 年底之前。 到年太久了吧。 對,因為跟央行協調過之後還有一些配套,我們會盡快看能不能提前到第三季。 不是,因為現在這個疫情的關係喔,事實上,這一次很多的台商回來啊,都關在台灣啊。 這樣子啦,第三季會發布,那銀行會發布之後就準備作業,那就可以去做了。 第三季的話是指幾月份? 九月。 九月份就可以開OBU的帳戶。 呃,我們發布命令,然後銀行就去做一些配套的措施。 那大概配套就是準備好嘛。 齁,你提前部署的話九月,可能九月中就可以開戶啦。 我們會跟銀行密切配合,希望銀行能夠儘快。 好,我們希望速度快一點齁。 九月初,趕快OB的帳戶可以重啟齁,可以開戶。 那也希望說,跟美國那邊的關係喔,你們現在還有沒有溝通的管道? 有啊。 有齁。 溝通輕鬆一點,對台灣友善一點,對台灣開放一點。 是。 好不好,我希望說台灣開放做得好的話,這個以後啊,可以取代部分新加坡的金融市場的地位。 是。 可以做一些香港轉單,或者是一些這個金融調度的一些事物,通通放到台灣好不好。 是,我們朝這個方向努力。 好,那我也期盼新的主委齁齁,那個有一些,這個陰心陰革的法令啊。 好,該修的齁,也趕快整理一下。 好,比如說,現在這個疫情來了以後,大家突然發現,對於新興的生技股,是不是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 更多的支持。 比如說這些好的這個,可以做疫苗的公司啊,有希望好的公司啊,馬上就讓它,這個,快速的上市。 有,我們有在檢討,生技股部分我們有在檢討。 以後會加強哪一塊? 除了生技還有哪一塊? 中小企業部分的這個籌資。 中小企業也會支持。 在資本市場的籌資。 好啦,這個,請許齁,新的主委,努力往前。 送給你,四個字。 這個民眾第一嘛。 我是希望你的心,這裡寫民眾第一。 希望你主委就是,市場第一。 加油,謝謝。 謝謝,謝謝委員知道,謝謝。 謝謝。 由於余天委員已經抵達現場,那麼就,原本應該是要讓官員們稍作休息的。 那麼我們就再請余天委員進行質詢,對。 謝謝主席啊。 這個,我們有請黃主委。 有請黃主委。 黃主委。 委員早。 你早。 呃,主委你上任幾天啊? 昨天上任的。 昨天才上任吼? 我就知道啊,對啊,都要上任你啊。 那麼剛才我有聽到,這個,很多這個,委員啊,在,在質詢你啊。 都,其實老實講,每個委員都很認同你。 因為你在金管會的期間,待得非常長。 那,前,這個,顧主委呢。 呃,他在任期間,以我了解啦。 很多,他其實是,法律的這個背景比較強一點。 那,金融這方面他就沒有那麼強。 那,以我了解,應該有很多都是你幕後在幫忙他,對不對。 呃,其實是委員,是主委的指導,我們只是提供相關意見。 他是最了不起的。 他是最了不起的。 因為我了解啊,我很知道啊,其實你才剛剛上任吼。 那,當然,這個,每個委員對你的要求都,這個期許,期望都非常的高。 那,大家也相信,你在這個金融會,這個任內一定會做得很好。 那,也有很多委員在問你說,顧前主委,有很多的政策,你,現在上任了,會不會繼續來,呃,這個,延續他的這些政策。 我會完全貫徹他原來的政策,因為他的政策也是我參與其中的。 也是大概多,大部分是你在提供的嘛。 沒有沒有,部分啦,部分,部分參與其中。 別客氣啦,我是覺得這樣子啦,不管哪個主管上位吼,當然他有每個人有自己的理念。 顧前主委,有他的政策理念,他想要做什麼,好的,我們可以延續。 那你現在上任了,你當然也有你自己本身的,想要怎麼去做的這個想法。 不一定說,完全一定要,延續下頭,上頭留下來了。 照你自己的意識,然後去,去怎麼把這個金融會,必須要做的,因為你歷練太久了。 你比顧前這個主委,還這個資深,然後經驗更夠。 我希望,我當然你很多,必須要改革,或者哪一方面,你不一定要延續他的。 你把你自己發揮到極限,這樣就好了。 謝謝委員的提醒,跟指導。 其實我比較,很多委員在問你說,未來會怎麼走,怎麼走。 昨天才上任,其實也不必討論那麼多。 就看以後,未來你的成績是怎麼樣。 我比較擔心的是,目前,在防疫這方面,各個銀行,這些紓困的方案,到底做得怎麼樣。 目前來講,我們累積的紓困的金額大概五千多億。 這個跟行政院這方面的,大概預期的程度大概還差不多。 不過我覺得我們還有努力的空間。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以目前的紓困方案裡頭,到底已經有完成了多少建數。 呃,完整的建數,是不是請局長跟您簡單報告一下。 跟委員報告,包括公民營的銀行一起齁。 七十,呃,四十三萬七千多戶,核准。 核准。 那申請了有多少戶? 呃,七十多萬戶。 有的在處理當中。 所以現在才核准了四十多萬戶。 四十多萬戶。 是不是這樣子。 那核准的標準呢? 有沒有比較放寬一點? 跟委員報告,就是依據各部會提出來的紓困齁,就有一定的標準跟條件,就依照那個標準跟條件來執行。 因為我在服務處還是有很多人來,來跟我澄清,有很多方案是沒有辦法去處理,去身帶的這樣子。 我希望齁,今晚會看能不能每個禮拜,提供一些像這些方案,稍微整理一下,就給我好不好。 可以。 可以嗎? 讓我了解一下到底現在的進度,還有多少剩餘的金額,可以去讓他們這些紓困方案能夠發揮到極致好不好。 我們一個禮拜有兩次對外,然後相關的資料都可以提供給委員看好。 我幫我寄到我的辦公室,因為我可能要對我的,這樣可以吧。我只有這個要求。 那當然,你才剛剛上任第二天,未來,其實憑著你自己本身的這種經驗,我相信你可以做得非常好。 每個委員,當然今天好像上了一場震撼課,每個委員都是對你的舉起非常高。 那我希望你未來,會對這個金額會,會做得更好。 非常謝謝你,也恭喜你啦。 謝謝委員,謝謝。 謝謝,現在委員會休息十分鐘。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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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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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观看 观看 观看